原来以前也有这样的老人啊 他们怎么了 他们卖让小孩子吃吃呆呆的糖果 哈哈哈哈 怎么可能吗 听我说完先吗 好了好了 很久很久以前 小孩子们被面容善良老太太给骗了 为啥 因为老太太买的糖有问题 妈呀 我快给你笑死了哈哈哈哈 糖果怎么会有问题啊 听我说完了 因为啊 以前的小孩没有糖果 对不 所以呢 老太太决定卖不一样的糖果 然后 可以使唤小孩 包括大人每次过来 下一天就看不到小孩了 哎呦我的妈 这个老太婆 也太 嗯嗯对呀 每当父母给小孩的午餐 钱都被小孩子买糖果了 这些熊孩子还真不听话 没办法啊 那些小孩都不听话 因为糖果可以让舌头变色哦 还真恶心 啊对对对 那最后咋样 老太太 被个小女孩使破了 耶耶耶 太好了 因为 那个女孩晚上玩得很晚 然后 回家的路上呢 就看到 老太太 身后 有很多小孩 跟着 最后 女孩告诉家人 然后 老太太 也被吃牢饭了 故事结束了 完结反发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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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感谢观看